我们差不多最新消息 长跑超过20年 心心病确定了 也就是台心经和新光经 在今天分别召开了董事会 通过以换股的方式合并 也就是新光经的一股普通股 可以换台心经的0.6022普通股 那么并且会选在10月9号 各自召开股东临时会 来通过这个案件 那么合并之后的金控名称 会叫做台心新光经控 而他们也将成为台湾的第四大经控 稍后更进一步的消息 随时为您插播报道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心病 今天新光经的股价连续两天大涨 上演庆祝行情 在要欢喜够好安吗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人股重量呢 睽違17年重返中信经 起手市就轰动武林 宣布要公开收购新光经 被形容是核无等级的出手 完全打乱了吴家兄弟 现在本来台心经要并购新光经的这个布局 都被他打乱了 顾重量为什么瞄准新光经 原来背后他看上的是新光人寿 拿下新光人寿就是全台最大的财团了 今天国真来到现场 带我们来看到横竖你只能加一个 只要加台心经呢 还是要上中信经的花轿 对于新光经的股东来讲 跟谁合并才能确保他的股东利益最大化 新光经的小股东这两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股价连续大涨连续两天都是拉涨非常的多 一路长红上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总算要出现新的人要来取新光经跟新光经控了 原本本来明天22号新光经就要开董事会 决定聘经跟聘理到底要什么 所以台心也要开 决定要怎么这个婚事怎么谈 那小股东怎么默默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双方决定换股比例就价了 从此有可能新光集团新售就会变成台心经了 你以前的股票可能就换成台心经了 所以你都很担心坎坷不安 结果昨天杀出一个 横天杀出一个人 横刀夺爱说 等一下你们明天开之前 我先来告诉你 我也要娶你 而且是横刀夺爱 简单讲叫做非合义并购 那金管会当然也准许 他只要遵守三个原则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为什么会打成这样 我们先来说中信经在想什么 因为中信经不只是只要取星光金控什么金经病而已 而是台湾第一大财团之争 我们来看台湾第一大财团 现在是哪两家 富邦跟国泰 一个都是资产都到12兆左右 中信是第三名 现在大概7兆左右 如果他能够取了星光金控5兆左右 双方一家一下子跃到了12兆 台湾的第一大集团 包括台积电在里面 台积电还排在后面 我们以为台积电很大吗 不是这两个才是大头 那中信一吃下来 他马上跃居台湾第一大集团 不是只有金控 也不是只有受险 是台湾第一大财团 所以他当然趁这个机会 等一下你们要决定 聘金跟聘你之前 没有 我也要娶你 我以后就会提出聘金 甚至我直接在资本市场 公开收购 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嫁给我了 好 那我们再拨进去一层来看 好 现在刚刚看到的是 金控跟金控的并购 金控里面有银行啊 有受险啊 讲到了受险 那才是最肥的一块肉啊 中信金虽然很强 估重量 估大哨 重新回归之后 可是你回头去看 整个中信集团 这些年的发展 银行做得不错 商业银行通路很强 但是他扫一块是什么 扫受险 那我们来看 他有啊 他有台湾人寿啊 很小 我们小时候 从以前小时候 以前到现在 大家要讲受险 北保险 第一想到就是 新光兼国泰 五百万的雨伞 大雨伞 就是从曾经最高峰的时候 台湾每四个人 就有一个是新光的客户 所以新光到现在为止 新光人寿新售 还有3.6兆的资产 台湾人寿还在很后面 虽然有心经营 还是非常慢 如今有一个 这么便宜的公司 股价曾经一度调到 都不带有10块钱的金控 我不娶你 我更带何事 我当然跑出来 横刀夺爱 一买买下来 补足了中信集团 最缺的是什么 受险这一块 而且受险的家大业大 版图很大 他一吃下去 有机会变成 台湾的前三大受险 甚至有机会 再认真经营一点 可能变成台湾第一大受险 你要想 中国信托的银行 他所通路 非常的密布 非常的广 很多人都是他的客户 一旦他在通路开始 全力卖宝 保断的时候 会不会追上 跟国泰 跟富邦的距离 当然有可能 所以当然赶快要来 抢这个星光人寿 趁他明天 定金跟聘金 跟聘礼还没出来之前 我就先出来抢了 好 那我问你 两个富家男要来 抢亲 我该上谁的花轿呢 一边是吴家自己的兄弟 我们讲到了台信金 一边是横刀夺爱的 程咬金 中信金 哪一个金 我上他的花轿 对于星光金的股东 才能够把他们的权益 做到最大 所以我们来看玄机 为什么会突然间杀出 中信金的估重量这个人 其实是 他们自己小股东 也希望有另外一个人 来取星光金控 不只是我们一般的小股东 连他们的三大家族之一 都站出来讲说 如果我能够当第一名 我为什么要继续当第四名 其实我也不反对 嫁给中信金 或有别人要来取 也欢迎 好 这个抢亲大战 现在两件事情 大家好好琢磨 一个是比谁口袋深 第二 比谁绞成快 对 当然口袋深 就是中信 中信公布之后 其实严格来讲 它叫非合议并购 对方也没有说要嫁给你 董事会也没有通过 说要嫁给你 那你用什么办法 就是在公开市场去收购 或者是联络这些大股东 你把股票卖给我 所以他必须要在20天 跟50天以内 收购50%的股权 所以就是公开收购 那小股东很开心 因为军管会的原则就是 合法合规 股东的权益 再来金融稳定 这三个条件 所以你去收购 我不反对 所以今天 为什么这两天股价大涨 可能价格会很好 再来被病之后 也未必是坏事 那新光金 台信金 必须要45天内 召开股东会 通过说 我们同意 而且要股东同意 你要这里要股东通过 不是你们大家族通过就好 所以也要股东通过说 那我们45天内 合并 可不可以表决 所以双方是在时间上赛跑 一个必须要拿 真金白银出来抢股票 一个要赶快把程序补完 所以是时间赛跑的大赛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孤重量睽違17年 重返中信金 首站就公开宣布 要购买新光金 你看到 这是在今天 新闻曝光之后的首度现身 果然未眼先轰动 缠送18年的红火案 孤重量从金控老板 摇身一变 成为运动工艺家 为什么不惜砸钱养球队呢 原来背后是满满的盘算 而如今 重返中信金董事会 两大任务也跟着曝光了 孤重量这一次 再回到媒体面前 很多人觉得 他是要重返荣耀 为什么 他不只是要回到 他原来的位置上面 而且要清清白白的回去 那当然跟他过去几个 涉及的这个案子上面 最近都陆陆续续 判决都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像之前 这个红火案这些东西 那比如像这个红火案 它是目前跟三省 是获判无罪 虽然案子很有可能继续再走 可是对外界 还有对于估重量来讲 这个代表是 他现在又可以回到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商圈里面 甚至可以走上 更高的这个位置 好我们就回来看 事实上他在布局 重返中信金的 这件事情上面 以前都非常的低调 但我们后来主管单位 有拟定了一个 长进人条款 结果后来看他自己的申报 跟长进人条款之后 所公布的一些所谓的各个持股的状态 发现到他这个估重量本能跟他的关系 在中信金的持股已经有占股将近8.87% 这个代表是什么 你知道他已经是第一大股东了 所以再加上刚刚几个案子里面 陆陆续续被判这个无罪 还有一些虽然司法在审理当中这个东西 可是估重量现在 好久没有出现在媒体前面的时候 现在又被大量的财经记者 全部包围起来了 外界其实都在看说 你回归之后你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难道你只想拿一个 就是中信金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权 没有 亲近这个所谓的估重量的 有人就讲说 他现在重返中信金的这个董事会里面 其实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 因为他这一段时间 不是都在做这个什么公益活动 或者什么 可是他真正有可能想要重回 叫做三三会 你知道吗 现在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理事长 这些要进行这个所谓的改选 居然传出来讲说 估重量已经列在理事的 这个所谓的参选的名单里面 可是我们就可以先回来看三三会 三三会跟估家的关系 其实非常非常多 因为他的俗工估政府 居然是三三会的首任理事长 那后来是他的父亲估连松接任 这两个人执掌三三会 有将近12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一次三三会的这个理事的部分 好像已经有人想要把这个 估重量的名字排上去 还有人传言说 他要被定为下一届理事长的 这个所谓的储备人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估重量早期出现在媒体前面的时候 都是高富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个东西就跟他的父亲 估连松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估连松在估重量小时候 就开始培养说 我要把你成为接班人 所以你知道估重量 他的日语跟他的英语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他小时候就被送到日本跟美国去念书 你看他的整个的这个在商界的资历 35岁的时候接中信颖的总经理 39岁当上董事长 管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他凭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的这个估连松对他的教育都要求 你既然要做你就能坐到前面去 那你看 他被他要求说你要会念书 你也要会运动 那时候他的父亲问他说 你做运动你喜欢什么 他说我喜欢打棒球 打棒球 你知道顾连松就跟他讲说 打棒球可以 但你打棒球 你不要只有给我打球而已 你要做就做队长 每次去比赛的时候 他的父亲都会看 然后看的时候就问他说 那你告诉我 你这一次当队长的时候 你觉得你遇到什么状况 你觉得人家为什么 凭什么要听你的 他在训练他的领导能力 运动不是让你强身练身体而已 运动是要结交人脉的 而更值得万位的是 他的小白球人脉存折 他爸爸怎么一步一步交给他 你知道现在不要只看什么 孤重量对棒球很有兴趣 他打高尔夫球也很厉害 因为孤连松 他小时候就带着他到球场里面去 他带到球场去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介绍说 这个朋友是谁 这个朋友是谁 他因为这样 认识很多政商界的长辈 甚至以前我们前总统李登辉 也很喜欢打高尔夫球 他们在球场相识之后 他还认李登辉当干爹 那你会想说这种附加值 他只是去做人脉 或干嘛 没有 我跟你讲 孤重量是 你今天真的要玩 我就要玩出一个名堂 他居然高尔夫球 曾经五次拿下 美国业余赛的冠军 代表是 我不是跟你这样玩好玩的而已 所以我们就看到 事实上 他因为红火案这些事情 淡出整个金融圈 有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就讲说 他去做公益事业 或去做一些运动 你知道吗 他离开这个所谓的 这个金控产业之后 这17年 他居然投身体育跟公益事业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不是有两个目标 说要重返三三会 其中一个 他接下来 还要再做这个体育的运动 你知道吗 他的母亲 孤零瑞惠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据说 他在失忆的时候 居然他的母亲 就跟他讲说 上帝觉得 你给你的资源 其实要跟别人分享 所以他开始投注这些 这个运动相关产业 还有公益事业 你看他投资中信兄弟 2022年的时候 接下来亚洲棒球总会 这个的会长 而且要跟你推 这个所谓的 职棒亚洲大联盟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来看 他5月17号 重返中信金的董事会之后 到今天为了这个并购案 或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开始跃上版面 你认为 这个估重量 难道只觉得 我要做一个 平平凡凡的 中信金的东西吗 没有 他真正背后的盘算 真的是如外界所想的 他要重返他的荣耀 回到星光集团 真的偷一个大戏 很大戏 曾经富比王永庆 如今居然是在 两台花轿里面 挑着要上谁的花轿 走开下去 对啊 如果真的 讲到星光经 当年有多风光 你现在站在 新意计划区 就可以知道 你新意计划区 抬头一看 A4 A8 A9 A11 A4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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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股票跌也就算了 你还卖家产 投资亏损250亿 卖掉A11跟A8 A11耶 A8耶 这都是非常惨痛的事情 所以富邦买了他的土地 竟然盖大楼 更是见证了什么叫做 一个他人起高楼 他楼塌了 真就是这样 好啦 我最后就问一个最关键的啦 反正一个是兄弟牌啦 一个是横刀多爱牌啦 到底现在的星光金 你的观察 上谁的花轿 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一个时间跟财力的比较嘛 比谁口袋深嘛 但是真的比口袋深的话 严格讲 台新金真的过去20年 将近20年来 被彰化银行给耽误了嘛 他被他耽误了一个 有机会变成大金控嘛 他一直想要吃掉彰化银行 吞不下来 结果到目前为止 他严格算只是一个 B级金控商业银行 他也没有很好的发展 虽然他有一些受险 还是很小 那弄来弄去 他其实只有300亿 当初要吃张银的钱嘛 可是300亿真的有办法 并到星光金吗 五兆的资产 你用300亿买 其实有点困难 再来星光金的亏损 不是亏损啊 他的资本氏足利不够 他还要大量争支 所以你拿300亿 也补不了这个洞 所以谁最有机会 中信金 现在大少重新回来之后 顾大少回来之后 比口袋深 当然比他的300亿还要多啊 所以有机会 顾大少是有机会 抢下星光金的 我以为你怎么来看看 这一桩轰动乌铃的星星配 现在又杀出了陈咬金哦 这个陈咬金的金可很大了 中信金在台湾是首届一指的民营的银行 本来星光金因为亲戚关系 要跟台新金有考虑要新兴配 新兴病 因为吴东亮跟这个吴东镜是兄弟关系 这本来是一个亲上加亲的 可是就公司的立场 你就新光金的股东的立场 如果只有一家竞争 那条件就比较 比较没有行情嘛 对不对 像女孩子有很多人追才有行情嘛 一样的意思 那你现在跑来个中信金 比台新金更强大 开的价钱 我们想应该会更好吧 新光金的股东来讲 当你乐见两边来竞争嘛 你竞争我条件越好 不然我的股价老是在这里啊 你看一出来以后股价就马上上去了 所以对股东是好的 我们给他高度的肯定 那最后你要用什么方式 即跟中信金结清 还是跟台新金结清 那这个就要遵照金管会相关的规定 来进行公平竞争 那我要呼吁金管会 千万不要走吴淑珍那条老路 拧个皮箱到官邸里面 你就偏袒谁 这不可以 这个时候劝赖清德 民进党或者是这个金管会也好 要秉公处理 公平竞争 出价高的人拿走 这很合情合理嘛 因为对新光金的股东是好的嘛 连日来风口浪尖上的新光金控 今天举行的股东会 现场简直像是火药库引爆一般 股民都在炮轰 股价都上两万二了 新光金的铜板价还是闻风不动 让股东们苦手含咬18年 股东们还到炮口对准了新兽前董事长吴东静 他们说本来是世界第二好的新光人兽 搞到前董事长一亿元天价交保 顾好本业吧 不要再谈什么兢兢病了 哇 火气非常的大 民宽今天带我们好好来看 不只是结事宝福报款项 从新售要挖钱 连吴欣盈 吴东静的宝贝女儿出国念书 800多万也是新售买单 吴东静怎么把新售变成这样 连变卖主产都难救啊 俊相哥 台湾的金控公司总共就16家 没有想到有7家 同时在6月14号直接开股东会 最简单的说 今天是民营上市金控的超级股东会来了 但先决先来跟各位说一件事情 过去20年当中 大家都晓得台湾已经进入了老年化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是出生的少 但是老年化的人口多 加上这两年 美国的公债利率升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这两年 所有的受险业相关都出现一件事情 叫入不敷出 简单的说 收到的保单比较少 但支出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口袋不够深 你的投资不够好 你的整个所谓的资产不够 要打赢这场仗 其实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们来看 今天包括了国泰富邦中信等等都在开 对不对 但全市场都在看一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台新金控的一个 整个所谓的股东会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大家都在看一件事情 兄弟登山已经谈了二十年了 到底这次的金金病 两个吴先生 而且两个人还是亲兄弟 目前这一波到底病得起来 病不起来 那为什么大家都在看台新金呢 因为台新金现在可是拿到了倚天界 可是拿到了屠龙刀 发生什么事呢 台新金今年是第九届进行所谓的董监事的一个改选 这当中有一个超级明星 就是前经济部长王美花 目前来到这个地方要担任赌董了 所以我们讲到了王美花前部长 他一个华丽转身 他要担任金控赌董 今天六月十四号 过了这个股东大会之后 台新金的赌董最高票 就是王美花 没有错 王美花现在现任了经济部长之后 要转战台新金任赌董 但大家都认为这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什么意思 第一个指标呢 先跟各位说 王美花前一个职位是什么 经济部长啊 台湾的百家百业 各行各业最棒的 不好的 他其实都了然于胸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各位别忘了一件事情 王美花的先生叫顾力熊 顾力熊 现在虽然是国防部长 但各位在上一次 他当过金管会的一个主委 而且现在我们来谈一件事情 这两年讲句实在话 星光金因为经营绩效相对来说 比较薄弱一些 所以口袋没有那么深 所以他们希望一件事情是 大家要金金并可以 但是台新金你要多拿些 拿些资本出来 那目前对于整个台新金来说的话 他们希望说 未来王美花可以担任 跟整个政府沟通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一点 包括了像顾力熊 包括了像王美花 这一波会不会来促成 所谓的金金并呢 当初顾力熊上任之后 金管会的一个主委 他就一手在推 所谓的金金并 而且其实推的成效也还不错 因为国内过去的整个 最多的时候 金控是十九家 一直到现在已经慢慢的缩 缩到了十六家左右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顾力熊之前 还在当金管会的主委的时候 就曾经找吴东亮台新金的执行长 来谈所谓的金金并 目前王美花当读董之后 会不会齐力协助来做 整个金金并这个案子 让整个吴家可以水到取成 全市场都在看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 哇好热闹 看完台新金的股东会 再来看到这一场 哇那等于掀开锅盖 跟一个所谓的爆炸中心一样 这个就是新光金的股东会 火烧库引爆了吗 股东们炮轰 讲什么金金病 不要再跟我讲金金病 顾好你的本业 曾经全世界第二好的授减公司 给你搞到前董事长 要一亿元添加交保 像什么体统 讲到这个全市场就生气了 发生什么事呢 台股来到两万两千点了 过去三年的一个时间 台积电已经整整涨了一倍了 好多新光金的股东看啊看啊盼啊盼啊 结果现在股价还在十块钱以下 目前新光金的整个宪政已经确定了 目前是十六点七亿股 总共价格是七块半 所以股价就在那边盘啊盘的 但没有想到第一个 新光要整个开股东会之前 在前一天新售的副董 居然有一封内部信直接曝光 精神喊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外面的风雨的挑战并未停歇 沉重的一个磨练还在考验 不要让这飘摇的一个风雨 改变了我们的理想跟笑容 是谁给你们磨练的 他说的是吴东静吗 就在今天股东大会召开之前 吴东静不是才刚刚一亿元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仓皇的直接躲避媒体 十八同人阵穿过媒体 问他也不回直接冲上车 这个曾经是新售世界第二好的 受险公司的董事长 能看吗一亿元交保 对啊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可是不胜唏嘘 为什么呢 民国七十九年台股在一二六八二的时候 台湾最有钱的人叫国泰人寿 第二有钱就叫星光人寿 那个时候的吴东静 比王永庆还要更有钱 但没有想到星光静的一个股东会 因为禁止录影 但现场据传整个气氛非常的严肃 股东大家就炮轰 你们整个改革派上来已经改革一年了 还一下子要经经病 一下子还要引进所谓的一个中信金 然后呢到底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一个绩效 我们看到八十四岁的一个董事长陈怀周 陈怀周早就从彰化银行退休了 可是这次呢仍然在刀尖让口上 但现在呢 从上到下 每个人都只能够道歉 为什么呢 原来星光静在过去所积累下来的一个弊病 激息一重 好你要知道 一个星光静这个大屋顶下面 资产七成都堆在星寿 星光人寿 所以星寿是洞见观瞻 偏偏 星寿是最大的窟窿 要拿钱增资来补 这个地方没处理好 都不要谈合并 回头我们来问 星寿的前董事长吴东静 刚刚一亿元天价交保的背后 我们当然知道 因为那个节市保的1.5亿 你都扶报款项 你害你的母公司星寿 因而蒙受损失 但我们要告诉大家 可不止如此 最新的消息传出来 他是不是把星寿 当成他们家的提款机 当然啊 星光吴东静 现在全市场都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他居然把整个金控公司 当成他家 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家的长公主叫吴新盈 吴新盈当年进入了星光任职之后 出国读书 结果出国读书 还没多少钱 你知道吗 总共就800多万 这个对于整个豪门市家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帖 但没有想到呢 国外的学费 813万 居然是由星光人寿来支付 这个完全都违反了 集团内部的一个规定 所以你看看 我刚才还在讲 那个节市保 有没有 那个去扛星光人寿这扛 现在你女儿要出国念书 你不自己掏钱 你也要星光人寿来买单 后面是遭到人家的一个卷举之后 金管会介入之后还罚钱 罚了120万 后面吴东静说 这是我女儿自己去读书 乖乖的从口袋里面 自掏腰包 后面把这个款项给补齐了 所以你不要看什么1.5亿 什么八百万 你八百万都要新售买单 你就看 吴东静怎么一步一步把新售 带到了现在的样子 赔主产 都不够填钱坑 想不到吴东静吃了一场饭 居然要花掉两栋摩天大楼 来跟各位说说当时发生什么事 吴东静当年参加了一场 有宏达店董事长王雪红参加的一个聚会 两个人都是名门大户的一个第二代 两个人见面的话感觉分外的有感情 那个时候王雪红就开始侃侃而谈 就说我们台湾电子业如何 我们台湾要发展自有的一个品牌 我们今年一股能够赚72块 吴东静听了这些所有的讯息之后 整个人突然间精神大好 精神大好之后 后面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吴东静一句话 各位董事长变成投资长了 那个时候发狠 股价一千多块 一口气买了六千张 六千张下去说哈了吗 没有错 然后那时候只是星光金全力买进 结果全力买进之后 先跟各位说噩梦来临 为什么呢 一千多块买在相对的一个高档区 正常的投资长 没有人敢这么做 但是吴东静他那时候 因为他是做什么呢 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之后 第一个 宏达店产赔到122块 他们一口气赔了60亿 赔掉了两栋摩天大楼不打紧 后面这件事情金管会还盯上 金管会盯上说为什么呢 因为先跟各位说 这个在公司管理上可是重大的一个瑕疵 好 一件事一件事的一个处理 所以后面金管会主委 曾经很生气的 黄天幕曾经对于整个吴东静 处于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处罚 但想不到天价的一个钱窟 后面要怎么做呢 该怎么补 60亿的洞 后面就是卖地补洞 所以我们跟各位说 开头不是跟各位讲 现在所有的所谓的人寿公司都是所谓的入不敷出 结果星光 星光A8各位都晓得 星光跟整个国内的一个国泰 他们最会的一件事情就是 列地 没有错 长期的部分的话 在那种刚整个土地精华区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先去买 买了之后呢 长期的黄金土地 未来变成所谓的一个大钻石 这是他们最会做的 这个就是现在进行市 你现在看到就是晚上大家逛街 一定要来朝圣的地方 A8这块地 没有说 还卖了两栋 我们先跟各位说 后来为了拟补这60亿 星光A8管以270亿现金卖掉 卖掉止血啊 还有星光A11以116亿卖给了安泰人寿 所以简单地说 那个时候卖了这个价 俊相哥我跟你说 这两年下来 整整还要再涨超过五成左右 那个时候星光金控胡东进就说 哎呦我哪想到 这个我想到就想要靠 但各位 从无心影的一个事件 一直到整个所谓的星光节四宝的一个事件 一直到整个宏达电的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把整个金控 变成所谓的一个家天下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但就现在来说 吴东进所等的 是未来司法的一个审判 现在到底金金控 有没有可能 星光金能不能够重回到整个成长的一个轨道 现在所有的投资人都在看 但过去几年好多人说股市来到了两万两千点了 星光金现在的股价还是趴在地上啊